大家好,我叫彭塔,我是麦集团的一名工程师 很高兴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Fuse用户台文件系统在性能和可靠性上的一些进展 今天的内容我们大概会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我会简单介绍一下Fuse用户台文件系统 然后我们会看一下Fuse文件系统的一些性能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看一下FuseFD Password 这也是一个上游对Fuse文件系统性的优化的设计和它的效果 最后我们会看一下Fuse文件系统的日升级 以及Failover上的一些进展 当我们说到Fuse文件系统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联想到内核文件系统 那Fuse文件系统和内核文件系统一般会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说到内核文件系统 大家经常会看就会有经常 大家会经常会用到和听到的 XT4啊、XFS啊、BatteryFS这些 然后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性能很好 他们相对于Fuse文件系统来说的话 他们的性能是会好很多的 而用户台文件系统的话 我们常见的会有GlusterFS 这个在互联网公司会有一些使用 然后还有SERVMFS 这个是SERVMFS大规模使用的一个Fuse文件系统 还有如果大家玩区块链的话 前两名比较火的一个IPFS 其实也是一个Fuse文件系统 这些Fuse文件系统它相对于内核文件系统 它的一个最明显的优势就是他们在安全性上 可以做很多 比如说可以做额外的脚印 可以做安全的审计这些工作 然后他们的可靠性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因为在用户台它即使Penic了 它也不会造成整机的不合用 而内核文件系统如果Penic了 那一定是ColonPenic 整台机器都不合用了 然后用户台文件系统 它还有一些特点 就是它的设计会相对的 它的实现会相对的简单 比内核文件系统实现要简单很多 然后它也因为在用户台更容易去Debug 也更容易去维护更容易去部署 那我们来看一下Fuse文件系统的一个 high level的架构 这个图里面上面是用户台 下面是内核台 蓝色的部分就是用户台文件系统本身的一些组件 应用通常会通过PoseX的机构 来访问一个用户台文件系统 而在内核VFS会把所有的请求转发给Fuse Kernel Driver 而Fuse Kernel Driver和用户台的Fuse Demon之间 会通过Fuse Device去通信 而这一次通信就是会造成额外的数据拷贝 和额外的上下方切换 所以这也是Fuse文件系统性能 相对于内核文件系统性能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点 而在Fuse Demon上我们通常会有不同的后端存储的实现 要么去访问一个本地的文件系统 要么去访问一个远端的存储 有的情况下也会有两者的结合 就我们刚才说到了Fuse文件系统 因为会有一次额外的拷贝和顺项切换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测试中的话 Fuse文件系统的性能会相对于内核文件系统 会特别是在顺序的写和随机的读写这两种上下会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而内核社区其实也一直知道这些问题 所以会一直有不同的思路来改进这个问题 然后最近的一次改进就是来自于Angel Team的一个叫Alexio的一个哥们 他提的一个FuseFD帕数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其实它是针对Fuse在Fuse文件系统 访问本地文件系统的一个 通过Fuse文件系统去访问本地文件系统的一个优化 这个Use Case在Android上会用的非常多 就是Android会通过Fuse文件系统在用户台去做额外的省计和全线管理 而在这种场景下 我们可以把底层文件系统的Findex Script把它保存在Fuse Driver里面 这样下次在用户台去通过Posix接口去再去反映这个同样一个文件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Fuse Driver里去访问这些访问后头文件系统 而不需要再绕到用户台去绕一圈 但是这种操作只对于读写去做这样的优化 对于OpenClose这样的操作 仍然会在用户台去实现 这样的话用户台所有的所有的全线管理 所有的神迹上的操作都还是可以在用户台去做 这个Pench Set是发出的 在Manet上有很多轮廉讨论 应该都已经发到10轮还是12轮了 然后这个图就简单去 这个是一个就刚才Fuse FD Password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它的工作流程就是用户台会在用户台的Open请求 会一直传导到FuseDemon上去 FuseDemon从本地文件中打开 拿到本地的一个FD之后 会把这个FD通过IF Control写给Fuse Device 然后保存到Fuse Server里 同时Open请求到返回的一个Reply里面 也会带着这个FD对应的一个ID 在Fuse Kernel Driver里会把这个ID和 通过这个ID找到那个本地的一个FD 把这个FD和即将返回给用户的那个FD 这两者之间关联起来 这样的话当用户的后面的读写请求 发送到这个FD的时候 这个在Fuse Driver里能够直接找到后段文件系统的对应的FD 然后再直接从内核台去做对后段文件系统做读写 我们是在蚂蚁内部的话 是很早的时候就把这个Pensate Backport到内部的内核了 然后也在推广中 然后我们在它的基础上也加了一些新的特性 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一个Persibu的Latrix Counter 因为这样的Fuse FD帕数 它的性能很高了很快了 但是我们在内部的话 Fuse Demon通常我们会做一些 Performance的一些监控 但是当我们做帕数的时候 这些监控就不能在 所有的IO都直接通过用户态了 不过内核 我通过直接走内核态了 不过用户态了 这样用户态的那些监控就不可用了 所以我们在内核态也做了类似的监控 就我们统计的那个FD Passel FD的这些 它的IOPS 它的BPS 以及它的延迟的分布 然后所有的这些Matrix 都是每秒钟会计算一次 而延迟的一个目标值是可以 是可以通过CSFS去配置的 而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一个PerCPU的Matrix Counter 所以整个这一套那个性能的监控 对于整体的那个IO性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然后因为我们要在线上用这样一个特性 而这个特性是相对比较新的 我们也加了一些Fullbank的策略 比如我们我们可以对某 对指定的Fuse Connection 把它打开和关闭这个FDPassel的特性 这也是通过CCFS的一个接口去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Full ZFDPassel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测试 就从 从这个图的左边三列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三列是直接工作在 在本地文件 本地 本地直盘上的 是在本地直盘上的 蓝色的这个是XT4的性能 橙色的是Full ZFDPassel的性能 我们可以看到稍稍会低一点 但是是非常接近的 不像那个 没有Passel的时候 在随机在顺序写和随机读写的时候会非常的差 然后我们也对 那个Full ZFDPassel做了一些性能的摸高 就我们把本地文件系统换成了 把本地直盘换成了一个TEMPFS 把XT4换成了TEMPFS 工作在内存上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 TEMPFS的性能 也是稍稍高于FDPassel的 但是也会非常接近 FDPassel在极限情况下 也不会有明显的下方 而没有Passel的情况下 Full ZFD系统的性能就会被压得很死了 我们看了Full ZFD系统的性能之后 我们也来看一下Full ZFD系统的可靠性 我们通常都会持有一个观点 就是Full ZFD系统是会比内核文件系统更可靠的 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其实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可以 对Full ZFD在用户态去做日程集合Full ZFD 而内核态内核文件系统目前 是主流的文件系统是都不支持这样的特性的 然后能够做日程集合Full ZFD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Full ZFD 通过Full ZFD拿到了这些Full ZFD 其实它是对应到内核里的Full ZFD的 最最常见的一个Full ZFD 日程集合Full ZFD的一个示意图 就是在老的Full ZFD打开了Full ZFD 拿到FD之后 会把它保存到一个管理的DFD里面去 而新的Full ZFD会从这个管理的DFD里 把这个FD拿回来 然后通过同样的FD对Full ZFD去做读写 这样的话 他们两个Full ZFD都操作的是同一个Full ZFD 而这个是一个热身机的场景 而Full ZFD其实也是类似 Full ZFD只是没有中间主动管控的这一个切换 而是在老的Full ZFD突然挂掉的时候 新的Full ZFD被拉起 然后从管理的Demon里 通过Unix Domain Socket SendFD这样的一个接口 去把Full ZFD拿回来 然后去做一些状态的恢复 然后来对Full ZFD去做读写 而我们能够看到 在这样一个设计和架构里面的话 这个管理的Demon的角色就非常重要的 它其实是承担了一个Full ZFD 保护的一个职责 而这样一个Demon 通常来说就是设计在高可用系统里面的一个单点 而我们针对这个问题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优化 首先就是我们想到的就是既然这个单点 既然是一个单点 那我们把它放到已有的单点里 那就是Curl里 Curl就是我们把Curl作为这样一个单点 然后如果Curl Panic了的话 那其实整机都已经不可用了 那也不存在说单点失败 然后造成日升期后Full Over失败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Curl里面做给Full Full Driver做了一个通用的一个FD Storage 这个FD Storage 它其实它的指责和那个Full 那个管理的Demon一样就是做FD的保护 但是它是一个通用的保护机制 就是你可以一个用户态的程序 可以把任意的FD放到这个FD Storage里面去保护 而这个FD所有保护的FD 它的Lifecycle是绑定到Full Connection上的 一旦对应的Full Connection被释放了 那所有被保护的这些FD都会被关闭掉 这个Pench也发送到上游的MainList里了 再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这个图就是我们可以看 就是在我们有这样一个通用的Full FD Storage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去做日升期后Full Over的一个示意图 就整体的架构 流程其实跟刚才类似 但整体的架构就比刚才要清爽了很多 因为没有一个额外的一个管理的Demon在那里 作为FD保护的一个角色了 而这样一个FD的通用的FD Store 也可以提供给刚才我们提到的FD Password 这样一个场景 其实它用的就是放在这 整体的流程也是一样的 但唯一的差别就是刚才的Full Demand 需要通过专门的Password 去和Full Devices去交互去保存 这样一个local的FD 而在有一个通用的FD Store的情况下的话 它就会用通用的接口来保存这个FD 但整体的流程是一样的 我们在上游和Alexa的讨论中 Alexa也是非常赞同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愿意把FD Password的实现 放到基于这个去做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些比较high level的 我们后面会更细节的去看一下 Fuse内核的一些设计 这个是Fuse内核的主要的数据结构的一个设计图 就是在Fuse内核里面有一个全局的Fuse Connection的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会保存所有的Fuse Connection 一个Fuse Connection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Fuse的Mount Super Block或者是Mount Point 而每一个Fuse的Connection 其实它可以Fuse在在内核里的数据结构 其实是非常灵活的 每一个Fuse Connection 它其实可以提供给有不同的Fuse Device去指向 而这些Fuse Device的意思其实是 它是提供给用户台去做Fuse Device读写的 而这个Fuse Device读写 而这个Fuse Device本身又可以被不同的Fuse Connection FD去指向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可以用不同的FD去指向同一个Fuse Device 然后这样来操作同一个Fuse Connection 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Fuse 不同的Fuse指向不同的Fuse Device 然后它也可以去操作同一个Fuse Connection 这样其实在Fuse整体的 用户台的Fuse Demons和Fuse Connection之间的印象关系上 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设计 而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在每一个Fuse Connection里面 它会有一个Pending Queue 这个Pending Queue会保存所有的 需要发送给用户台的Fuse请求 然后在每一个Fuse Device上面还有一些Procession Queue 这些Procession Queue就是所有的用户台的FD 从这个Fuse Defense里面去拿去读 读到用户台正在去处理的这些请求 而在这个Fuse Defense里面还有一个IoQ 这个IoQ就是所有的正在被读的这些Fuse请求 就是正在从内核台被拷贝到用户台的这些Fuse请求 而基于刚才的我们刚才讲的那些 讲的这个数据结构 基于这样的数据结构 我们其实可以对Fuse的日程机做更进一步的优化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Fuse 给每一个Fuse的Mind Point加一个FsTank 这个Tank其实和Vertifest的那个FsTank是类似的 用每一个Tank会唯一的去标识一个Fuse的Connection 而这个速度其实是基于现有的Fuse的Fuse的 一个Clone的IoControl去做的 这个CloneIoControl它的一个目标就是去让不同的 让让不同的FuseFD都可以工作在同一个FuseConnection上 就是我们刚才我们在这说的 不同的FD 当我们用不同的FD指向不同的FuseDevice的时候 这些FuseDevice还是可以工作在同一个FuseConnection上面去的 而基于这样一个设计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更简易的一个日程机的机制 就是我们增加一个新的IoControl叫Attach 这个Attach他做的事情是他去他通过这个FsTank去找到那个FuseConnection 然后在这个FuseConnection就是找到这个FuseConnection 在FuseConnection上去创建一个新的FuseDevice 同时把这个新的FuseDevice Attach给一个新的FuseFD 然后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我们其实就大致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FuseDevice 只向同一个FuseConnection 而我们把这个FuseDevice 和这个 和在我们做Failover和日升级的时候 其实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做日升级了 因为这样一个FuseDevice 和这里的FuseDevice 没有任何差别 他这里的请求一旦处理完之后 所有的请求通过这个FuseDevice去处理 所以FuseConnection上的请求 通过这个FuseDevice去处理 都没有任何问题 而我们在做Failover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点 就是在做Failover的时候 当FuseDevicePanic的时候 FuseColonel会把FuseConnection里面的 Connected的布尔直把它制作为False 所以我们在做Failover 通过这种机制做Failover的时候 我们会去reset一下FuseConnection 把它所有的Connected的Fail把它制为处 制为处之后 我们还需要去初始化 去发送一个FuseInit的请求 发送给FuseDevice 这样FuseDevice还是走最初最开始的Mount 他认为他是做了最开始的Mount 然后在用户台做所有的初始化 同时内侯台也做对应了FuseInit Reply的那些所有的初始化 做到这些之后 我们能够实现了一个效果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IoControl 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FuseFD 同时把它Attach给了一个新的F 创建了一个新的FuseDevice 同时把它Attach给了一个新的FiveDescriptor 而这个新的FuseDevice可以通过这个FiveDescriptor 继续对FuseConnection做所有的操作 这就是我们在Fuse升级和Failover上做的一个改进 然后可能说到这的话 大家可能会想就是Failover的时候 当Fuse用FuseFuseServerPenic的时候 那些正在被拷贝和正在被处理的 在用户台的那些请求会怎么办呢 就我们刚才提到了 在FuseChrono里面会有三个Queue 就首先是有个Penic Queue 是保存了所有的 以及需要被发送到用户台的所有的Fuse请求 然后会有个IoQueue 是所有正在被拷贝的Fuse请求 还有一个Procession Queue 这个是所有的正在被用户台处理的这些请求 然后我们在Fuse内核里 我们给它增加了一个CCFS的接口 让Fuse内核能够在用户台Penic之后 用户台会告诉Fuse内核 把这IoQueue和Procession Queue里面的东西 全部把它又填回到Penic Queue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填的顺序 但是这个也是其次的问题 但是这里主要的设计就是把所有的请求 因为这些请求其实只要没有被处理完 它就一定要么在IoQueue上 要么在Procession Queue上 要么在Penic Queue上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在正在被拷贝的和正在被处理的这些请求 又把它填回到Penic Queue 然后在用户台下一次去读Fuse Device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Queue里面的请求就重新处理一遍 然后这样一个设计就是 它的一个好处是对于只读的温情系统 它就直接可以工作了 因为只读的温情系统 它不会有任何的非密等的操作 这样的话 所有的请求在用户 只要在完成了Fuse之后 所有的请求都是可以被不断地去评释的 用户台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而对于可写的Fuse空间系统 它的处理会更麻烦一点点 就是在用户台Demon上面 需要去对所有的非密等的操作去把它做知觉化 就是这个操作完成了没有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它需要保存它当前的状态 它到底是已经造成了一些持久化的变动了 还是说没有造成这些持久化的变动 同时哪些请求 哪些Fuse 每个Fuse请求都是带着一个请求ID 哪些请求是处理过的 哪些请求没有处理过 然后当用户 当内核台发送那些处理过的请求的时候 可以直接跳过去把之前的reply发送给内核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聊的一些内容 首先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们其实最大的一个观点就是用户台文件系统也可以是非常的健壮和性能高效的 而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 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用FuseFD帖数来实现一个高性能的 高性能的IO 其次的话我们通过通用的FDStore来让Fuse的Fuse Connection的管理变得更简单 同时我们最后我们介绍了我们在我们增加了FuseFSTank和请求重发的这两个机制 然后让我们整个的Fuse文件系统的可靠性变得非常高了 我们在我们内部基于这些东西 我们在内部Fuse文件系统的现在用的量就已经是非常大在线上 然后今天的内容就这些 我会实时的在线上回答大家的问题